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启仁紧跟在魏无羡和乐怀远后头 几次三番想越过两人 冲到最前面 但总是不知不觉被两人的对话所吸引 因为这一老一少聊的实在是火热 而且话里话外都是他蓝启仁 魏无羡 乐爷爷 叔父为什么这么喜欢您呀 蓝启仁听得眉心一跳 老脸一阵发热 正要跳脚骂魏无羡 就听到乐怀远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魏无羡愣正地看着乐怀远 被他感染的一个就地咧嘴傻乐 好伴赏才乐呵呵地问 乐爷爷 您笑什么呀 乐怀远抬手抹了抹眼角笑出的泪花 勉强控制住笑意 说道 小魏英 你实在是太可爱了 几人真应该早点把你带过来 那我们早成望年娇了 哈哈 魏无羡道 现在也可以成望年娇呀 魏英和明牧师叔就是望年娇 魏英也想和叔父成望年娇的 可是叔父不喜欢魏英 蓝启仁听得又是眉头一抬 又要发作 就听到乐怀远说道 启仁怎么可能不喜欢 人人都喜欢的小魏英 是不是小魏英你多虑了 魏无羡道 魏英没有多虑 叔父是真的不喜欢魏英 至少不像喜欢乐爷爷一样喜欢魏英 对了乐爷爷 您还没回答魏英的问题 叔父为什么那么喜欢您呀 哈哈 乐怀远又忍不住大笑两声 说道 小魏英 我与启仁乃生死之交 多次在夜猎场上并肩作战 同进共退 我们之间的情谊 不是简单的喜欢二字能概括的 更多的应该是互相欣赏 彼此仰慕吧 蓝启仁闻言顿时面色缓和下来 不由自主地温情默默地 望向乐怀远的后脑勺 就正好对上了魏无羡回头看过来的视线 而后听到小东西兴奋地大喊 乐爷爷快看 叔父的眼睛里有光 他每次看您眼睛里都有光 乐怀远一正 忙掉转头 就看到蓝启仁一张老脸长得通红 蓝启仁一时窘迫难耐 瞭了乐怀远一眼 就对着魏无羡大吼道 魏英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魏无羡叫道 魏英没有胡说八道 是真的 叔父 您的眼睛里真的有光 不过现在没有了 因为你现在看的是魏英 眼睛里只有火 可以把魏英烧成大火球的冲天怒火 众人 半想 拦起人咆哮 什么灌火的 你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 来聊天的吗 好好走路 不要东张西望 你看看你带的什么路 天色已经彻底暗沉下来 山林里漆黑一片 一行人早在半个时辰前 就举起了火把 而不是之前魏无羡在圆光镜里看到的火折子 这就使得能见度高了很多 周遭三丈以内都能看得很清楚 再加上众人都是修士 墓里本就非凡人所能及 即便是稍远处光线暗淡 也不妨爱众修士看个大概 这听着蓝起人这么一吼叫 众人忙张望起来 才发现他们早就不在原来的那条山道上 而偏到了地势稍缓 树木也相对较少 比较空旷的地带 魏英带的是好路呀 在众人一片愕然中 魏无羡脆声声高声回应道 叔父 您不觉得之前的路不好走吗 又斗又窄 魏英和乐爷爷两个人并排走 都觉得走不开 现在好了 这条路这么宽 三四个人并排都不挤 叔父 您是不是极度魏英抢了乐爷爷 那您上来呀 我们三个一块聊天 魏英愿意把乐爷爷还给您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蓝起人再也按捺不住 老脸长得比火把还红 怒瞪了魏无羡一眼 便提腿迈开了大步 三两下就超过了魏无羡 何乐怀愿 压低身子 连爬带窜 往密林深处脊步而去 叔父 您跑那么快做什么 等等魏英啊 魏无羡忙在身后大喊 喜人 你慢一点 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 乐怀愿也跟着高喊起来 快快 大家都跟上 这边魏无羡与手握风鞋盘的蓝石门声隐秘配合 与乐怀远密切合作 带着蓝起人等人走歪路的同时 蓝石双臂带着小双臂等数十位蓝家修饰 与妖兽的大战也接近尾声 按计划 蓝石双臂等人与魏无羡兵分两路 一路人直奔妖兽藏匿处 那个蓝起人坠落的黑洞 直倒黄龙 而魏无羡则负责伙同乐怀远带歪路 将蓝起人带得偏离正到越远越好 最终 魏无羡不负重托 圆满完成任务 而蓝忘记那一头 也大战告捷 捣毁了妖兽老巢 只是在恶战过后 众人都一阵后怕 都想着性的魏无羡提前窥探到黑洞 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